Mercedes-Benz A200 车弹是目前原厂在我国定位最为亲民的四门房车车型 而且这款车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也就是说价格已经是非常的有竞争力了 它在我国的主要对手就是 B&W 的 218A Brand Coupe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卖点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大家看看 A200 车弹的五个主要卖点 打开引擎盖呢你可以看到它有油压顶杆的设计 而在引擎盖下方的是 1.3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采用四缸确保了它的平顺性 而且这具引擎的整体表现比起上一代的 A200 采用的 1.6 公升引擎还要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63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0 Nm 匹配的是全新的 7速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官方提供的 0-100 加速数据为 8.1 秒 这样的成绩不仅可以跟市场上的其他 C-Segment 批美 而且重点是它的排气量只有 1.3 公升哦 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除此之外它还具备了非常出色的油耗表现 根据我亲身实测满杠辗油可以行驶 800 公里 这样子是不是很亮眼呢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车虽然说是 CKD 但是主要的部件其实还是从海外进口 例如这一块零件上面就写着 Made in 捷克共和国 第二点舒适性 原厂为它配备的轮胎是 225 45 R18 的轮胎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轮胎那么薄 是不是会影响车辆的舒适性 其实并不会 原厂为了保持这个车辆的舒适性 它从原本的施压续跑胎 轮胎 轮胎 换成了这个普通的轮胎 因此胎壁并不会那么厚 所以带来的效果就是它的吸震会更好 因此这台车的舒适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且千万不要因为这台车是 Trotian Bean 你会觉得它的舒适性一定会被影响 如果你坐在后座的话 你会惊讶 原来 Bensi 的车款还是 Bensi 还是那么的舒服 第三点 实用性 作为一台四门房车 大家对它的这个尾箱空间表现自然是非常的重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尾箱其实非常的平整 非常的深 如果说你要坐两天一夜旅行 一家人坐在这台车上面 它要负担你的行李 根本没有问题 而且打开这个帐板 你还可以看到下面有这个打风机还有补胎计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你的车子在旅程的时候爆胎 这个打风机补胎计还可以派得上用场 而至于如果你要在体积比较长的物品的话 那么这台车的后座还支援了424的椅背倾导 非常的方便 我个人觉得这台车兼顾了外观的设计之外 它的实用性也是不容小觑的 第四点就是这台车科技还有它的安全配备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 奔驰新一代的这个内装设计 这边有两个10.25寸的荧幕 而且这个亮度跟分辨率都非常的高 重点是这个车载主机的部分还支援触屏 非常的方便使用 其余的像是Android Auto还有Apple CarPlay 都可以在这个荧幕上面找到 而且连接手机的话使用非常方便 至于在这个充当仪表的荧幕上面 除了可以显示一般的这个时速跟转速表之外 它还可以显示非常多的车辆资讯 另外一点就是奔驰的车管 一定不会少掉这个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易警 还有这个 驾驶者疲劳警示系统 所以在你开长途的时候 这些安全配备 其实都可以给到你一定程度的帮助 不过这个内装有几点 我不需要提醒各位就是 CKD 的A200 车达呢 是没有这个气氛灯的设计 第二点就是 这个荧幕的亮度跟分辨率虽然高 但是因为光面的关系 反射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此我建议各位准车主 或者是现在就是已经是车主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找这个磨砂的荧幕保护贴贴上去 这样反光会比较好一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 这一台车的后座拥有冷气出风口 这是CBO的车型所没有的 第五点也是最后点就是它的驾驶感受 这一台车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起 虽然说它多了一个屁股 但是这个灵活性丝毫不减 而且重点是这个DCT 少了上一代车型的这个顿挫感 这一代的CVT 非常非常的平顺 而在引擎表现的部分呢 如果是在四驱驾驶的话 它会非常的轻盈 然后如果你可以切换到这个 Sport 模式之后 你又可以感受到这个引擎其实是充满了爆发力的 完全不像是一具一点力 排气量只有1.3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的排气量小就选择轻尸它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这台车的话 分分钟它可能比你更快 除了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表现都有进步之外 我最喜欢的就是悬吊 因为在A200 车型采用的悬吊是Torsion Beam A250 才是冒地令 如果是A200 的话 它的悬吊表现会比较弹跳 就好像是后面没有重量压不住 那个Torsion Beam 的悬吊 所以它的弹跳是非常的明显的 至于在这一次的这个车型上面 或许是多了一个尾箱的关系 所以它的重量比较压得住 所以整台车的这个悬吊设定 其实算是非常的舒服 如果说你的车子时常载着你的家人 开上开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悬吊设定 你的家人会非常的喜欢 而且这台车的悬吊 既保留了这个舒适性之外 它的这个整体的支撑性 也不会太过于逊色 你在弯道的时候 它的侧倾表现也不会太明显 方向盘的指向也算是清晰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 偶尔要载载家人的话 它应该会是你的首选 我个人非常喜欢 单就驾驶感受部分 满分十分我会给到它7.8分 可能大家会有疑虑 就是入门的奔驰 是不是还是那么的出色 我可以很良心的告诉你 奔驰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个奔驰 舒适性 科技表现 质感等等 它都非常的到位 而且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尾灯 在夜晚的辨识度非常的高 因此我觉得21万买这台奔驰 其实还是物有所值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我是Ivan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下次我们将会带来更精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